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算是一個比較 表現異於亞洲股市的一個動態 因為今天亞股普遍反彈 台股卻是盤中重挫白點 成績拉放到1648億 就我的解讀 第一個 你說選舉因素的不確定性 我覺得他有啦 因為剩這一個禮拜 我覺得或多或少 加上農曆年也要到了 剛好就考在這個位置 有些不想承擔這些變數風險的 會賣股票的 可能就趁著這一段時間賣了 因為畢竟台股來衝到12000 那再加上這一波的技術形態 明顯的破月線轉落之下 也會引發市場上比較擔憂的賣壓 是這種連續性的一個灌破的 一個連三黑的走勢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會比較謹慎去看待 那既然是這樣的一個走勢 所以 這個賣壓幾乎都是盤中蔓延開來 你看先前市場上最熱門最強勢的被動元件 今天全面走低啊 國際是打到跌停 華興科也一度要打到跌停 這是大億 昨天的漲停 快漲停的強勢股也要打到跌停 好 這就是我講這種系統性風險都蔓延開來的時候 有時候個股你必須 稍微要去忍耐一下 它的震盪 你說我們推薦的景素 所以我說老師他最近也是真的 表現真的不如我原先的預期 但沒辦法這一波市場賣壓就是如此 但是你看是不是外資賣 不是 外資甚至都還在買 好 我們之前跟各位談到的旺季 我說這家設備倉獲利很好 你去看這一波壓回是外資賣的嗎 不是啊 外資這兩天還在買 你看這一波外資的持股是不斷水位是創高 股價是來到這一波差不多已經 起帳區噴出的位置 外資並沒有賣 拉回來外資還在買 所以有業績的股票 我覺得你不用怕 等待這一波的一些利空消化完畢之後 步入一個基本面的軌道 這些個股就會反映到它的空間 所以 原則上當然我們會謹慎以對 面對這個行情 但是不必悲觀 而是要把握機會 再去尋找 低階的好時機 好所以 跟上腳步 好歡迎各位 播到我們每次繼續專線 080061588 最後的合正超出順利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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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